这是一项极限速度的竞赛 没有变速 没有刹车 重量不到七千克的自行车 仅靠人力驱动 最快时速超过八十千米 顶尖高手间的较量 仅以毫秒计算 由于赛制更新 女子团体竞速 从两人两圈 变成三人三圈接力 在搭档中天使推议后 暴山局和他的新队友 将迎来组队后第一次配合训练 一顶足以交接道 枪子在一个轮 那基本上就将近零接道 和白米接力的交接棒类似 换道是团体竞速赛的制胜关键 有的时候提高个零接 一顶接二在交接道上 有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做的 就是只要在这个终点线前 二道不超过一道 一道可以全力以赴 然后还继续往前面 因为只要在前面四五米之内 完成交接就好了 因为你想能力提高零点一 是很难的 但是可以通过减少换道损失 找回接近零点一 这是很可观的 白纸 注意力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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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力氣度 再 decid力气度 姜 때문 他指助力气度 注意力氣度 吃不要 好多 当瞬间时速接近七十千米时 追求厘米级的距离差 存在极大的风险 好 很好 我自己不都没打架 自己都洗上去 有可能你会买的一个骂 到达单圈终点线时 前车一旦被后车超越 则会被判为犯规 成绩取消 一定犯规吗 不犯规就好 传回那场的视频 可以清晰地看到换道的细节 我认识腿疤 腿太烦了吗 二道车仅仅跟随一道车 在相差不到零点零二秒的时间内 冲过终点线 并迅速开始第二拳的临跑 这是一次堪称完美的换道 但我属于越起越快类型的 就在弯道加速会比较好 全力以赴就一直踩踏踏踏踏踏踏踏 要冲线 暴山局它毕竟是后城 它还是比较快的 我从来不会想晚冲一点 怕超过它 我冲的时候我就是全力以赴冲 不是让他们大胆地去尝试 因为你蓄力那种 就不敢去尝试 比赛怎么办 比赛没有差不多的 比赛一就是一二就是 你输了就是输了 哪怕就是那千分之一名 为了突破千分之一秒的极限 人类一直在挖掘身体的最大潜能 穷尽每一个细节 带下去 战嫁 战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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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恋